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微观时事评论 微观带您看世界 我是美玲 上一集我们以风神演绎为例 揭开了当代仙侠剧的伟神文化的冰山一角 本集我们来深挖一下大陆的仙侠剧的硬伤 盘点一下各种套路和标配包装下输出的伟神文化 近些年来大陆的影视中突然冒出了很多仙侠剧 或者说是玄幻题材的电影 由于很多作品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 不仅能够吸引中国观众 而且在全球也吸引了大量的粉丝群 根据媒体的数据分析 社交媒体对玄幻仙侠类的影视作品 讨论热度超过了同时期现代剧的10倍 甚至是100倍 其实横电这几年绝大多数的剧组 都在扎堆牌仙侠等题材的古装影视剧 经过2019年3月中共广电总局出台的献鼓令 很多影视剧遭到了献播审查等限制 早早杀青的剧至今不能播出 但是这股投资拍摄热潮仍是有增无减 近期呢也许是因为中共也感到了提古装剧 在海外的影响力 新侠剧在其所谓的主旋律剧 戏剧 现实题材剧中 走不出国门的情况之下 反而是一惊突起 收获了海内外大量的粉丝和观众 这种热潮绝非是偶然 也是天象变化下的产物 就其原因 笔者认为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在2023年春节向世人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 对此现象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此文明确指出 到了近代 创始主要用人体救度宇宙众生时 人体中原有的生命 多数由神转身为人所替代 李洪志大师此语道破了天机 这就不难理解 仙侠剧能够吸引住大批人 正是因为触动了来在人世间的人们 生命中最本源的一面吧 与风神演绎这样按照经典原著翻拍不同的是 目前的绝大多数仙侠剧 都是以当代的网络小说 或者说是漫画 改编成影视的 虽然应对原著 魔改删改 而被疏米粉诟病 但是实际上就算很多忠实援助 但爆款的却很少 而且一旦一种题材的仙侠剧爆火之后 很快就有各种同事化严重的巨跟风 却大多成为质量拉胯 口碑差的烂剧 如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带火了轮回转世 2020年的琉璃干脆来了个时事转生 再如花千古带火了师徒恋 很快就有虫子 玉古瑶等跟风上线 其实即便是所谓爆款 捧红了一众制作团队和主配角的影视剧 包括被很多网友推送为 开局即是巅峰存在的仙剑奇侠传 如果从政法修炼者的角度来看 都存在着隐秘的很深的党文化 破坏传统的内核价值观和表现手法 我们这里不是刻意攻击 目前大陆那些在仙侠热衷 滋滋以求的创作班底和团队 他们的出发点 很多都是恢复传统 破除无神论 却善和从上自由 反对强权压迫等等 一些作品的传播更是使得三界 轮回转世 修罗道 修炼等等名词 为世人所知晓 也让全世界人领略了仙侠的美学表层元素 包括演员的颜值 浮化道 如仙境 舞蹈 鼓琴 撑伞 摇扇 灯会 剑术 武术 等 然而从修正法正道界的人士角度来看 很多附体动物 魔怪邪灵 胡黄白柳 痴妹亡两 趁虚而入 控制了小说 剧作人 制片人或导演的大脑制作出了这些作品 因为不修炼的普通人 大脑是最容易被控制的 而被控制的人却是不自知的 原本人类仙侠类文艺作品是用来赞颂神 敬仰神 鼓励人们 反本归真 修炼成心得道 延续人世间的半神半人的文化的 即便是为追求娱乐大众的效果 情节人物虚构 夸张的成分 大可不必当真 然而大陆近年推出的仙侠类作品 已经是实质上恶意在诋毁 亵渎神 是属于魔性充斥的半妖半魔半人文化了 根据本系列宗旨 文艺作品影响着人的道德 反过来 人类道德也影响着人类 而人类的道德的败坏 往往是从文艺作品开始的 因而有不要在此依惠总剖析 这些剧中主角想的都是些什么呢 说出来你一定是大跌眼镜 那就是只要为了自由和主角间的真爱友情等 天道法则可以抛弃 可以修改 从此之后 再无言行酷法 天界神仙不得有情之天规 可废 可以借他 都说众生皆苦 可身为众生 为何要苦 还不都是天道左右命运使然 这似乎成了目前大陆很多新侠剧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确标准 是大义大爱之所在 形魔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不了的 似乎在这些影视剧中都实现了 均不见神尊或天尊本人 甚至在传播 第一呢 正邪可以不分 神魔可以颠倒 在现今大陆诸多的影视剧中 一个最大的套路就是 神界正先特别是天地 天神尊者被妖魔化 表现得狠毒 狡诈 极权 或者乱性等 而魔界 鬼界 修罗界 或妖界人物 被描绘的正义感十足 如狐狸精 在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和枕上书等系列中 成为青秋上神 是高于天地 龙族等的存在 蛇精在消灭沉沉 静如霜中 是花神之女的男闺蜜 是揭穿天地渣男 恶行恶果的功臣 在陈湘如蟹中 也是战神的灵兽 正一方的助攻 除在各别影视剧 尤其下属在其不备 或不能干涉的情况下 做了主角反派以外 天界或神界天地 几乎都成了 剧中主要的反派人物 这在真正的神传文化盛行的古代 是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就是低层的神仙界 也要敬畏高于其的神界 法界生命 才能做成事 相反主角不是修罗界 或魔界族人的后代 就是跟魔界和妖兽界 是同盟的关系 如果说在百花齐放的时候 有一些作品有这样的结构设计 还是情有可原 然而如果所有大陆过审的 所谓爆火的剧 都是如此千篇一律 就不由得不让人怀疑 广电总局 以及迎合其口味的主创团队 都是妖魔附体了 其实呢 中共邪党恰恰在正道修炼者眼中 是当今时代的人间最大邪魔统领 一直在诋毁迫害者 按照真善忍 修佛向善的一群好人 他麾下的文艺工作者 刻意拍出魔串神位 妖领头 占天斗地的仙侠剧 洗脑大众 输出海外就不足为奇了